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世青怎麼說我的事情 今天呢,久違的呢,是我們的旅遊心得分享啦 最近算是睽違兩年的,我好好的出去了玩了一下 突然發現我的IG帳號上次分享出去旅遊的照片呢 還是在2020年的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說,欸,我2021年到底去哪啦 為什麼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想到去年暑假呢,好像還在三集,不能出去玩 然後三集之後,我又開始進入工作忙碌期 也沒辦法出去玩,更不會有好好拍照的機會 那最近去了哪呢? 我最近去了基隆的人愛市場吃了好多生魚片 然後又去台中看了明星賽 又去男童住人很棒的小木屋 其實我真的覺得每個禮拜出去玩很忙碌 然後有時候就會沒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不過還是真的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真的好久沒有這樣好好的玩一頓了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呢 其實是我在基隆,就是自己到處逛的時候 不小心找到的 那這個應該是很多人,北部人可能有聽過的景點 但是因為我真的是自己無意見發現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太棒了,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基隆的和平島公園 等一下呢,我會跟大家分享他到底為什麼我覺得很棒 他在裡面可以玩什麼 然後你們去的時候要帶什麼裝備 還有他周圍呢,有哪些集點可以參考 然後也可以建議一些大家排行程 怎麼排會比較順 還有一些去那邊的注意事項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和平島是什麼地方呢? 他其實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基隆的社寮島 大概離基隆市區20到30分鐘的車程 然後他就是一個海灣 他大概在台灣海洋大學附近啦 那2018年的時候呢 由現在的經營團隊獲得他們的BOT案 整理規劃成為現在的和平島公園 那裡面有結合觀光旅遊,有序發展 海洋教育跟地方營造等等 期望能打造一個國際的永續旅遊島 他裡面最主要的觀光 就是主打海洋泳池跟環商步道 那只要準備80元 你就可以玩海路一天 大概跟遊樂園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遊樂園絕對不會有80塊那麼便宜 那裡面也有免費的生態導覽 如果你肚子餓的話,裡面有一些餐廳跟咖啡店 那如果你想要買一些文創幼品 或是一些他們在地結合地方創始的東西 他們也有商品店可以買 所以基本上你的各個需求都可以被滿足 雖然聽起來我現在超像在業配的 但我其實真的認為他們規劃得很好 然後加上那裡的風景真的已經很美麗了 我真的覺得在那裡,我一整天玩下來 我真的覺得心曠神衣 我都用上成語囉 那和平島要怎麼玩呢? 和平島裡面大概有兩個區塊 泳池跟步道 兩個地方我認為它的等級都屬於比較輕鬆的等級 所以從非常小的小孩到年長者 都可以參與,都可以繼續玩 不用擔心,只能有年輕人可以玩的那種 而且我當天去的時候 也有看到年長者的團體在那邊踏踏水 然後有規劃,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我那時候會發現這個地方也是 因為我在Google map上面隨便看到 然後剛好它又是個搭工程可以到的地方 然後我就搭過去看,然後就看到 怎麼都是一大堆帶游泳圈的人 而且是全家人或是帶一些小孩去游泳的感覺 然後我才發現,哇,原來那邊是真的一個可以游泳 可以吸水的地方 而且帶游泳圈不可能是那種只有在腳踝程度 而是真的可以在裡面飄的那種 接下來我就開始講一下他們的泳池 泳池最特殊的點呢,就是它是海洋泳池 也就是說它裡面的水是真的海水 但它又特別圍出兩大池 然後並配有足夠的救生員 所以可以讓你非常安心的游泳 那它是有分成細水池 就是它的水深大概50公分 跟深水池它的水深都是250公分 它下面因為它其實就是用原先的生態地貌感激而成 所以它下面就是會有礁石 所以很容易刮傷 我覺得大家就算它可能250公分 但是大家去的時候都要特別小心 我個人是建議就是可以穿長袖長褲的那種泳衣 有點像衝浪的那種防晒衣啊 其實都買得到我覺得會比較好 不然你在海裡游泳 然後你刮傷你會痛到爆炸 那剛好因為我真的就是準備這種長褲長袖 當然原本是要防晒啦 但後來發現它真的是防刮傷還沒有用的 那深水池最酷的地方呢 它就是可以與魚拌游 裡面的魚完全不怕人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般的海裡面的那些魚 雖然它的水不會像例如綠島藍雲那麼透徹 而且你池子的中央基本上是看不到清澈的感覺 但你在岸邊你真的是會被魚包圍 有時候魚多到我真的不敢動 我想說哈嘍你們要靠我那麼近嗎 那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帶泳鏡去觀賞 那我也看到很多人除了游泳圈之外呢 他也會帶那種浮潛用的就是可以把鼻子包住 讓你不會進水的挖鏡這樣 啊我自己是帶一般挖鏡就可以看得到了 還有大家真的不要吝嗇帶泳帽 我知道大家就是會覺得泳帽很醜 我一開始也是這麼覺得的時候就只有帶挖鏡下去 結果我在那邊游泳 游到一半我頭髮整個蓋住我的挖鏡 我什麼都看不到 最後我就是決定我還是去把泳帽帶起來 整個就會順暢很多 雖然海水的浮力比較大 但只要放輕鬆基本上都可以浮得起來 像我就是一下去之後一放鬆就飄起來了 但如果你是比較不按水性的人 我建議你還是可以帶泳泳圈或浮板去飄 但他們商店也有賣 然後也可以有救生液的族見 就是不要真的帶超大那種 巴黎島Villa式的那種飄浮的 我真的覺得他會很影響到別人玩水跟游泳的狀況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帶超大去那邊飄 但我覺得你帶一般你身體大小的游泳圈應該就夠了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深水池根本就是我的夢幻泳池跟夢幻玩水地點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其實很喜歡去海邊玩 然後我其實很想在海裡游泳 但因為通常我出去玩都是一個人去 所以我覺得安全還是很需要顧慮的 而且我自己一個人去就算大家知道我去哪裡 但如果真的不見了就不會有人發覺了 然後有些海邊呢它的浪也會很大 然後我是很容易被浪衝 有時候我就會暈浪 所以就也不能玩太久 可是呢因為它圍起來 然後它的池子的浪非常的小 所以你可以很自在在裡面漂浮跟游泳 另外呢我也很討厭踏沙子 不是我本身討厭踏沙子 只是因為當我在水裡玩完之後 在踩到沙子上面 你還要去清沙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阿渣的事情 但和平島它是有一個步道可以直接通往泳池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踏到沙子 我真的是超愛 那和平島公園它裡面配備的那些泳池相關設施 也是我愛的一部分 除了最基本的洗手間之外 它也有室外開放室跟室內隔間室的淋浴設備 附有人水5分鐘10塊 熱水5分鐘20塊的裝置 它基本上就是達到使用者付費 不浪費水資源的用意 其他的像是吹風機還有3分鐘10塊 那置物櫃呢1尺寸收費 最小的20塊 然後開合一次這樣 這些泳池基北的配備它們都有 然後我自己覺得相當的便秘 而且它離泳池並不會太遠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把東西放到置物櫃 它泳池旁邊有一些石階 然後那些石階是可以放的 如果你是跟別人同行的話 有別人可以幫你雇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也可以不用放到置物櫃 那或是它旁邊有一些可以付費租借的遮陽山跟躺椅 像我自己是沒有使用到 那我基本上就是把重要的東西 鎖在置物櫃 然後把一些水啊 喔!因為我們是去海洋泳池嘛 其實你很需要水 所以大家去的時候一定要帶水 那基本上放在岸邊 然後你就是游到一段時間有點累的時候 就上來喝點水喘口氣 然後講完泳池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河皮島公園的環山步道 那它正常走大概30分鐘 一定可以結束 它是個非常輕量的步道 那如果加上那些拍照時間呢 大概一小時內一定會結束 我自己是走大概40分鐘 那它如果你面向山的話 它右邊是上坡 是坡的地形 左邊是截體 我個人比較建議從右邊開始爬 左邊下山會比較輕鬆 大家在游泳的前後一定要來爬 因為風景真的是太太太美了 真的會拍到手機沒電耶 我原本還想說 我都游了那麼久的泳 我其實已經很累了 我就不爬了吧 最後還是撐下去 就是上去爬爬看 我告訴你真的是還好有爬上去 尤其接近黃昏的時候 看到那種日落 喔!真的是超漂亮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體力足夠的話 你就是可以先爬上去一圈 然後再去游泳再爬 我相信 早上跟黃昏看的美景的感覺一定不太一樣 那以上我剛說的這些影片啊 或是照片 基本上大家可以去我的IG的reels 或是Youtube的shorts都可以看到 因為我剪大概一分鐘的短影音 因為我最近成名短影音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會成名短影音 我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話再跟大家說 再來就到了我建議 攜帶物品的環節 基本上如果你是要去游泳的話 我就是建議你穿長袖長褲的泳衣 然後帶蛙鏡啊 泳鏡跟泳帽 再來我覺得 就算你穿長袖長褲防曬 但還是可以塗一下海洋有曬的防曬乳 然後記得要帶拖鞋 因為走到那個步道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小石頭 其實會痛 再來呢我覺得 你要帶一些水跟一些小零食去 以防你游到一半真的很餓 然後又不知道去哪裡吃飯 又沒有洗澡 就覺得很麻煩 換洗用機是一定要帶的 還有你要帶零錢 因為你用那些冷水、熱水 其實都是要投零錢 雖然他可以去禮品店換 但你也不想要一身死 走進油冷氣的禮品店 很怕會感冒 再來防曬 因為我都願意 你可能要去爬那個環山步道 還是會被曬 所以我建議就是袖套啊 帽子都要帶齊 如果你是一些比較不安水性的 我這邊還有一些不必要 就是建議可以帶 但是不必要帶的 像是游泳圈浮板 然後如果你真的是不想要一直換氣的話 當然 浮潛用的挖鏡是最適合你的 再來我剛才有說 因為他下面都是膠炎 很容易刮傷 所以一些塑膝鞋 或是保護你腳的鞋類呢 都是可以準備的 當然這些包含有鷹有褲 這些在他們那邊的商品部都賣啦 如果你只是來 然後覺得我在那邊一次買完 也是OK的 然後他的塑膝鞋好像是200塊一雙吧 但我自己是沒有買 我真的只帶了 一般游泳會帶的東西去而已 好 再來呢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在和平島公園附近有什麼景點呢 比較知名的就是 正濱漁港的彩虹屋 那我覺得 這個就是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直接看到彩虹屋的話 你不能在正濱漁港下車 你要到他對面的 呃 那公車這台叫做 原住民會館站 那你下車你才可以這樣一望過去 就是正濱漁港的彩虹屋 當然如果你想要吃那些彩虹屋的東西的話 你就是要在正濱漁港下車 然後下去吃那些餐廳 那基本上他對面呢 就是我剛剛說 原住民會館站 他也是有一些咖啡廳 如果你想要遠望彩虹屋的話 那些咖啡廳也可以選擇吃的 再來呢 從彩虹屋到和平島的路上 還會有阿根納造船長遺址 應該好像是不太能走太進去的 但你知道很多人拍照都會走進去 我自己覺得那個椅子蠻特殊的 就是可以拍個照這樣 再來就跟大家建議一下行程排法 那我現在講的排法是比較偏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 然後我是坐公車去 我沒有借任何的機車 所以可能會比較鬆一點 那如果你是半日的話呢 你就可能下午去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彩虹屋 然後再走過去阿根納造船廠遺址 然後就可以上公車直接進和平島裡面 然後你在和平島呢 可以因為是下午了嘛 你就可以先遊個泳 到了接近黃昏的時候再去爬個山 超級舒服 風很涼 很舒服 而且那個美景也夠漂亮 然後呢 你就可以再搭公車回基隆市區 看你是要去吃廟快 去吃人愛夜市都非常好 那如果整天的話呢 首先你就是先在基隆市區吃完早餐之後 到了這冰魚港 你可以去逛一下這冰魚港 然後再去對面看一下彩虹屋 再去對面的咖啡店吃一點東西 然後再走去那個造船廠遺址拍些照 再一路坐著公車進入和平島公園 那我就會建議你呢 就是先爬山 然後到了下午呢 再去游泳 可以游久一點 如果餓的話 就可以上去他們的咖啡店 再喝點飲料 補充一點養分 然後再繼續游 我就覺得也是很不錯的狀況 當然如果呢 你是有騎摩托車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入 他再往旁邊一點就是八斗子 你就可以去朝進公園啊 或是再遠一點呢 就是海科館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借摩托車的話 這些地方他都 10分鐘20分鐘車能都可以到 我覺得都可以去看看 你真的就可以被超多美景包圍了 你心情一定會超好 那再來呢 我真的都很建議 如果你回來的話 一定要去仁愛市場 但是因為仁愛市場 他其實是早午市 晚上呢 只有一些店有開而已 但那個很紅很紅很紅的 生魚片日式繞尾店 叫做風奇 下午有開 我覺得他的排隊人潮 就不會有中午那麼多 所以我也蠻建議大家 最後呢 就是到風奇去吃一碗 生魚片丼飯 或是吃一些握手是什麼 真的是超好吃 最後呢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呢 我第一次去 就是去那邊看的時候 都是在假日 那個連進去的人潮都非常多 我沒辦法想像 那個泳池 如果塞爆那麼多人 會有多麼不好玩 真的就只能在那邊飄而已 但是我第二次去是禮拜五 禮拜五就是那個泳池 人數都非常剛好 不會被人家影響到別人 也不會影響到你 甚至可以在那邊直線游泳 來回都沒有關係 我自己比較建議 如果真的要去和平島公園的話 還是以平日 或是比較暑假假日就好 我真的覺得就非常非常舒服 好 對了 最後提一下 我剛有說我最近沉迷於短影 因為其實我以前 在拍YouTube影片的時候 就是我看到這個東西很漂亮 我想要把它拍下來 我就會錄影 那我通常都會錄個 1秒到3秒或5秒這樣而已 然後把它拼肩成這個影片 我又不喜歡拍我自己 我喜歡拍風景 其實就是剪YouTube影片會比較不好看 那如果最近是用這些短影音 不管是reals還是short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反正我就拍真的 它能呈現的就是1秒或3秒 然後你就把你說想要告訴大家的 然後放到那個大概30秒到1分鐘的影片 所以我基本上最近就很常在剪這個影片 然後也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今天講的東西 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畢竟我剛剛敘述的可能只是一些 比較不一定能想像出來的東西 尤其這次和平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美景真的是超棒的 然後這樣再對應我的Podcast 應該會比較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那我這集分享旅遊心得去和平島公園 就到這裡結束囉 另外我最近呢 有開通小兒贊助的連結 大家如果願意支持我繼續創作的話 也可以在那個連結給我一點回饋喔 好我們下集見 掰掰 還有一個回應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趁快 這次 我們下集見 夠了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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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